你要劝人学佛 头一个要帮助他起心 幸为道运功德无 他对佛教要不认识 心心怎么生起来 不认识那种心叫迷信 迷信经不起考验 所以常常退心 常常会改变性仰 为什么他没有搞清楚 必须先让他认识佛教 这个重要 你要帮助他认识 学佛 归一三宝 什么叫佛 什么叫佛 什么叫神 他都清楚都明白了 他肯相信这叫真心 这个就不是迷信 三宝都在自信 不在外头 外头没有啊 外头要有三宝 那就没了 不是佛 佛法基础 心外无法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法是心身的 佛法身都是法了 佛是心身的 是自信居 法也是自信身的 是自信真 神也是自信心的 神是自信尽 清净 就是我们 无量寿静的经体 清净 是神宝 平等 是法宝 佛是佛宝 经体上就三宝 去除法 不在外头 自信 是佛 归以自信 归以自信 真 归以自信 清净 真归以了 我们今天说归以 念个归以的诗词 行吗 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你念这个诗词的时候 你这个意念上 就转到自信上 恭喜你 你真归以了 借经上说 真归以 你就获得 三十六位 护发神 日夜 保护你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护发神 佩服你 尊重你 自动的 来保护你 你要有一个邪念 生起来说 护发神 你走了 不再保护你了 你一个真念回头了 他又来了 一个恶念神 他又走了 他不是用琴 不是用琴来用事的 他是来用法 因为你一念 正的时候 你放光 他见到你放光 他就来了 一念邪 你光就没有了 所以护发神 用不着就求他 他不受贿赂的 你巴结不上天 你自己真有德行 他真来 忠心拥护 没有德想巴结他 贿赂他 讨好他 那完全没用 他不会理会的 帮助人 头一个建立信心 有了信心之后 叫他修行 叫他发行 必须在心里面 建立信心 这个信心是真的 结里头建立的信心 都不可靠 要在行里头建立信心 他才会不变 才不会退转 他才会不变 他才会不变 对你 我再用不变 他才会不变 我再用不变